2月16日由中郊二航局承建的武汉港核心区 短船码头改造提升项目 中华路客运码头主体工程通过交工验收 目前进入装饰装修阶段 本项目建成后将是武汉市最大的旅游码头 它会联系两江四岸的旅游文化 为后续的旅游做出很大的一个贡献 记者当天在项目现场看到 工作人员正在加紧进行雇坡作业 码头主体工程雏形出现 两座现代化的提升楼及连廊宛如张开的翅膀 据中郊二航局中华路客运码头项目负责人郑立强介绍 工程于2021年12月开工 由原红项码头和原中华路码头升级改造而来 本工程建成后将拥有6个博位 然后占地岸线达到350多米 然后可以停靠5000吨级的这个游轮 不久的将来 游客可在中华路客运码头乘坐游船堵江 欣赏黄鹤楼秦川阁 武汉长江大桥等著名地标建筑 下船后可就近游览周边 武昌农民运动蒋洗锁救址纪念馆 毛泽东旧居纪念馆